在灰州过年,老百姓家中,桌上都少不了臭桂鱼,有无桂不成席的说法,象征着年年富贵有余。 如今,臭桂鱼成了很多当地百姓和游客馈赠亲朋的网红年货。 1月25日,记者来到黄山一家臭桂鱼的生产加工厂,他们在保留古法制作技艺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,革新了销售方式,开始规模化生产,让闻起来臭,吃起来香的臭桂鱼游向全国。 黄山者年年有余,富贵有余,味道也很好,家乡的味道。 朋友在以前来我们当地,他吃过,他觉得这个口味比较正宗,比较好,他喜欢,委托我们再给大家过年。 灰州臭桂鱼作为灰菜的代表之一,已有200多年的历史。 桂鱼是精选安徽、江苏、江西等优质生态水源地养殖的活鱼,而把新鲜的桂鱼变成臭的制作过程非常复杂。 从打鳞、宰杀、抹盐腌制、发酵气缸,每一道工序都非常讲究。 采用了传统的这种方式,手工用这种打法,这样打法的一个是让鱼肉放松,简单来讲就是把鱼肉按摩一下,把鱼按摩一下,让它整体放松。 腌制起来,它的口感会更具有这种弹性跟滑嫩性。 给鱼做完死刀后,还要再给它来个盐浴,最后下桶腌制。 在冬季,经过12天左右的腌制,桂鱼就会形成大量对人体有益的氨基酸,而且口感也非常鲜美。 钟绍华作为辉州臭桂鱼技艺省级飞移传承人,制作臭桂鱼已经30年了,而臭桂鱼的保鲜和运输成了销售上最大的问题。 因为它不便于运输,通过我们改过真空包装之后,我们这个桂鱼的销量就给你一碗增加了几十倍。 像我18年的销售额就达了4000多万,这19年还要更万要超过2-30%,桂鱼已经走出了桂山面向的全国。 随着社会的进步,科技的发展,钟绍华通过技术革新,打破了辉州臭桂鱼不易保存和不能长距离运输的瓶颈。 开放销售思路,让辉州臭桂鱼不再受地域的限制,游出辉州,游到了更多消费者的餐桌上。